我們看例子 它至於氣體噴水中以出口疏力 出口疏力是V 噴出分子質量是m 一顆一顆的分子質量是m 其單位體積內所含的分子數是m 兩個層起來剛好是密度 現在噴到一個牆上 這是一個牆壁 這是牆壁所受氣體的壓力多少 我們現在來算算看 這個牆壁給氣體的推力多少 這牆壁給氣體的推力 就是氣體跑進來 然後被牆壁這樣一推 跑出去 那我假設在DT時間裡面 有dm的氣體進來 然後它的速度本來是V 然後在DT時間裡面速度變成V 方向相反 不是方向相反 這進來是方向出去是方向 那這樣的話 它的那個動量變化 動量變化的大小等於多少 這等於進來的這個動量 出去的動量 出去的動量是Dm 我們叫做V2 進來動量 我們叫Dm 乘以V1 所以它動量變化就等於Dm V2 減加V1 這在多少時間裡面進來 Dt 所以Dt 那就等了 這就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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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R乘以V2 再乘以V2 再乘以Dt時間裡面 進來的體積 Dv2 再乘以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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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乘以V1 然後我們看 出去的方向也是系統 放在進來方向 進來方向就是系統 出去的方向也是系統 所以我就知道 這個當然也是系統 所以這個速度變化特塔V 特塔V 它的大小就是 兩倍的Vcos 所以這樣的話 就等到什麼 把它帶進來 就等於說 Va± 乘以特塔V是 2Vcos 我們知道說V是等於m 所以是等於2mm V平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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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因為它是壓力 壓力P 就等於 壓力P 就等於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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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剛好可以約掉 所以壓力爆是 AM V平方 cos Cos